新北市政府推出的红运龙来小提灯 23日泰山区公所上午在夏泰山延庙前的广场进行发放 可爱精巧的外星吸引许多的乡亲排队领取 不到半个小时400份的提灯就发送完毕 新北市政府推出的红运龙来小提灯 23日泰山区公所上午在夏泰山延庙前广场 由主人秘书带领公所同仁及当地里长进行发送 可爱精巧的外星吸引许多乡亲排队领取 利用今天的早上10点在我们的夏庙 跟11点在我们的顶庙 晚上7点在公所的门口来发放我们的小提灯 利用这个小提灯来配合我们的市民 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元宵节 陈宏清主人秘书表示 外星融合中西文化的红运龙来新北小提灯 有多种变化玩法可以头戴变身龙帽 或穿戴变手表等受到许多乡亲喜爱 不到半个小时400份提灯及发送完毕 那龙手可以当一个龙帽来戴 也可以当一个头灯 那龙尾的龙的中间可以做一个穿戴式的一个手表 那分开以后他还可以是一个一手龙还跟霸王龙 我想这个利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发放小提灯的机会 来促进我们的不管大人或小孩一起来动手 动脑将组合成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游戏 那促进我们整个家庭的和乐 成王亲主密表示 美领道的民众23号晚上7点在公所一楼还会进行发送 希望红运龙来小提灯组装时可以增进亲子间的情感 也让大家都能度过快乐的元宵佳节 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